瑞穗文旦幼树现在开花结果 不过农民却发现今年的文旦幼树 生理落果异常之多 甚至树梢上只见梗地遍布 就是不见果实 相照去年八成的左果率 现在仅有五成不到 农民担心照这样下去 今年恐怕没有好收成 已经向公所提报灾害 请求上级农政单位能够重视 你看它像这个 这边比较明显 农民指着树梢上稀疏的果实说 文旦生理落果异常的多 现在树上只见梗地不见果 农民不解也担忧 不正常 就是亲民结果后 再回到自己的文旦园 要做管理的时候才发现 A果掉的非常的多 对一直到现在这样看来 其实现在看的话 应该是都看得到还蛮多的 结果我们现在看是 手指算一算应该都算得出来 所以就掉得很严重 来到父亲栽种管理这一片文旦又圆 去年卓果率还有八成以上 现在文旦又滑泄光了 果实也跟着掉光光 树上果实寥寥可数 自然的生理落果却是如此反常 农民也从未碰过 就最上面那一层 可能风跟太阳晒气候的关系 根本是都没有果实 对啊 没有 因为如果现在 在往年的话 现在看的话 它其实就不会 只会让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 你看它现在连果都没有 就是都掉光 这是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以前一看就知道 有小果实小果实 可是现在是完全都看不到 文旦又每年开花结果初期 都会出现 落果是属于正常的生理落果 不过今年却一反常态 接获许多产销班农民 反映的瑞瑟乡农会表示 在大环境极端气候的影响下 瑞瑟地区从年初至今 降雨量少 是否因此受到影响 农会也向花莲农改厂 情意解获 那在文旦又开花结果的时候 正是需要雨量来协助 但是今年雨量真的非常少 那导致我们整个瑞瑟乡有部分的这个 文旦结果率不是这么高 那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农友 尽快到瑞瑟乡公所来做一个登记 报请花莲县政府 那在汇集我们花莲改良厂农粮署等单位 再来做一个整体的汇刊 那届时如果真的达到我们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的话 我想政府应该会来协助我们农友渡过这个难关 面对农民担忧 卓果率低 今年文旦农产收益恐怕也会受到影响 部分农民也向乡公所农业客反映 农会总干事黄生黄也呼吁若有文旦山里落国异常的农民 可向乡公所提报 期盼上级农整单位重视协助改善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 接捞体验重重视协助改善 隐玉兰瑞瑞赳区 伤出货 室 fascinating